主席好,有请部长 有请部长 委员早 部长早 我想请一下部长 你知道黄色小辣现在移到哪里了? 桃园 桃园 昨天呢有个桃园的国中老师 我们办公室说 他的同事打电话到派出所 希望警方来学校帮某特定的学生验尿 结果呢 值班警员很无奈的说 整间这么大的警察局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其他同员全部都去支援黄色小鸭了 我想请问一下是 黄色小鸭有罪吗? 为什么警力配置要去 全部都去支援黄色小鸭? 这个桃园县警局的这个调度 这我不清楚 可是照理说 这么重要的一个派出所是 既然全部都去支持黄色小鸭 只剩一个值班的警员在那里 这个我们会来 会来询问桃园县 还是因为你们怕有人对黄色小鸭丢鞋?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你刚刚有说丢鞋是一种过程嘛 所以这黄色小鸭在公开之前 也需要先经历这样子的过程? 我想不是啦 我这里面假如确实是这样子 是有检讨的空间 我们会来 会要求 因为现在这样子你的警力配置 很多人都说如果现在在桃园抢银行 应该大概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警察抓得到 所以我觉得在警力的配属方面应该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你们应该去了解一下跟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上个礼拜四 我们在这里就是有咨询有关林口国宅市大运选手村的问题 那我记得你那时候非常肯定的说 工程是绝对没有动工的 可是上个礼拜五我还特地邀请了营建署啊 还有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的官员一起到现场会看 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您重工的定义 主体工程绝对没有没有开始施工 在上个礼拜四五我们在这咨询的时候 你说完全没有动工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项没有动工吗 这个有工程 跟丑委员报告 上礼拜五去看了清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树木移植修枝 确实有不当 因为那个工程车有点不当 所以新北市府有跟他滑管 第二个就是他假 他大概也是先假设性的 因为为了安全工地安全的未来需要 他先做了围理设施 大概是这样 可是上个礼拜四我记得部长是跟我说还没有动工 然后之后跟我说 主体工程跟那个树木移植 包括可是我们的主决议里面是说 就是包括移植工程这个部分 树木限定移植的部分都是不能动的 这个主体工程跟树木移植我们都遵照 可是你并没有 你没有你没有尊重内政委员的决议啊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去的时候 基本上他移植树木已经开始动了 包括围理整个都已经做起来了 树木移植应该没有 跟存原报告我觉得是没有了 他现在是为了先 等于是以后的那个 你看整地都已经整成这样啦 为了以后的那个移植 他先修植啊 修植 所以你也认定觉得他是修植 他是为了将来的树木 那个移植的存活力比较高 那么依照这个专家的建议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比较不会 这个糟蹋 而且也做得不好 把那个树木移植 所以我在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嘛 就是你说要限定移植 而且他们只是做修剪 那像这样子呢 就是你们所谓口头的修剪嘛 这个树植都流出来了 也断根啦 就是这样的移植他还能活吗 那所以有一些不当的 可能那个厂商是 那个南美可能有一些 一两个不当的话 那新北市府跟他 不是一两个不当啦 是整片树林都变这个样子啦 基本上可能一开始也许啦 一开始就是 其实我们都一直告诉台北市政府 就是说立法院里有这样决议 可是他没有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就包括他 你刚刚所说的 刚刚部长是说主工程 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决议是说 包括移植树木移植的整个工程 你都不可以动 可是你现在动了 那上个礼拜你又答应我说 你负责他会限定移植 每棵树你会编号 让他可以存活下来 可是以你这样子又断根 树子都流出来也断根了 他怎么存活 目前我们尤其经过礼拜五 那么在其实在礼拜五 在礼拜上礼拜三前 我们跟台北市政府严格要求他务必遵照立法院的决议 那他们都已经答应了 那这个刚刚陈委员所提的可能是之前 你严格要求他 可是我们当天台北市政府说 孙小春他不会有B计划 而且内政部一定会给钱 因为国宅一定也要盖 那我想请问你 台北市哪来的信心 他可以告诉我说 礼拜四你才告诉我说 在未解冻之前 你一定不会支付他任何一笔款项 可是礼拜五我遇到他 他说内政部一定会给钱 反正他们国宅一定也要盖 那我想请问一下 台北市政府什么时候变成内政部的上级机关 这个也不是 因为整个案 跟陈委包括还是行政院 所以是行政院 行政院10 这个是行政102 所以我还是要请你回答我 是谁给了台北市政府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主决议他也没有看在眼底 接下来你说移植工程 树木限定移植 他没有一样他是做到的 那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 给台北市政府这么大的信心 还是你们内政部其实就已经被绑架了 没有这个部分应该没有 我们一再一再 这个要求台北市政府务必要 一定要尊重 也且要遵照立法院的 并没有啊 你并没有遵照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营运基金103年有关选手村的预算 对不对 基本上原来是300亿 结果你们很聪明啊 你把选手村170亿的部分 已经移到另一个实施计划了 所以我们问行政院秘书长他说没有啊 他现在只花了80亿 我就不是这样在欺骗民众的 不是这样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你把它移去别的名牧 移去别的科目 也是你们在支付啊 没有这个部分 我们今年是编6点 6点3多 37亿 明年 103 他总统就是300亿吗 38点多亿 他总统本来400多亿 后来修正以后剩300多亿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关心 他后来又把选手村 这个盖选手村这个名牧 移去别的地方科目去 不在这个计划内 所以现在他就会回答你说 选手村其实只有花了80几亿 应该跟全委这样说明 我觉得不是这样 今天行政临家立法 这个本来就不应该 然后接下来你们还配合行政院 再做一些科目的移转动作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部分跟全委报告是 林口市大运是 只有一百多亿 没关系啦 就是如果你们跟台北市 不能提出合理的方案 因为我们那天有问他 他们连B计划都没有 那如果这没有解冻 他们一直施工进去 他们也没有B计划 可以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可以方案是什么 他们都没有 所以我到时候就看你们的钱怎么支付 反正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监督你们这一块 那部长接下来我想问你一下 业务宣传的费用 因为这次我看预算书 你们好像有编了很多政策宣导 业务宣导的费用 而且每一年都编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一年下来到底这样业务宣传的费用 到底总共是编了多少 多少 103年是3743万 这是本部吗 9个机关 就是我们内政部里面的9个机关 比去年少了433万 那你记不记得2010年 你们办了一个鼓励生育创意口号的争选比赛 是 那那时候为什么宏吉一时你还记得吗 忘了 忘了 2010年是什么 那他是百万口号 但是那个经费 不是那个 这个我请宏吉一时跟你说好不好 来 你跟他说 请教一下文员 是不是指的是百万口号的 对 那为什么他宏吉一时 因为第一名奖金一百万 对 因为 讲究老师 那 为什么可以 是 是 我们做过评估 如果说单单报纸 等两天 底下那样子的只要这么小一块 40万 就说 那你们做这个业务计划费用 为的是宣导的效果 还是只是为了花费这个预算费用 没有 就是要大家重视这个议题 因为那个时候 你用一百万去让大家重视这个议题 因为他是最少的一个宣传的 一个 所以一个人读得一百万 你用这个去吸引大家 来看到你们这个宣导效果 而不是你们用整体的规划 去做这个活动 去让大家可以知道你们宣导的效果 这样不是有点奇怪 不是 因为用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计划 那都经过审慎评估的 那他是最省钱的 然后就升值任何 就是 所以你觉得他绩效很好吗 升值大家的心中 是 确实是 好 那我访问你 那第一名的口号是什么 不是升值大家的心中 那你应该记得啊 孩子是我们的传家宝 好 孩子是我们最早传家宝 是谁得的 是 是 那个市民啊 台中市的市民 是一个民众 是一个民众 女生还是男生 一个女生 女生 其实他 那你有看过那段访问吗 他说他是为了这个一百万 所以才来 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但是如果今天轮到他 他也不会想要生小孩 那 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有达到你们所谓宣传的效果吗 还是你是为了花费这样子的业务费用 没有 他 他也没有说 那只是说 他是他讲话的 那个一小段 他事实上 他这个口号 不是哦 请您回去看一下 袋子 我们还有调查看 他是为了那一百万 所以我不懂你们编列这样子的预算 是为了用奖金去吸引大家来看到你们 还是你真的是达到所谓宣传政策的效果 那个是一个经过审慎评估的 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宣导 不是因为你这个业务费用要检讨的是成效啊 可是你的成效在哪里 对 他是一个宣传 让大家都知道啊 少子女化的这个 那个议题 而且这次 没关系 这次预算书看到有消保业务宣导 有缩制度宣导 政治现金法宣导 等等等 加起来几乎就要几亿元 而且本部你说如果是这么少 那警政署的单位好像 在这一部分的预算好像也蛮多的 所以我不懂你这个预算到底是花在 所谓为了花而花 还是你真的要达到所谓的 宣导的政策的绩效 完全都看不到宣导的效果在哪里 警政署的宣导才两百亿十亿万 你们自己的预算书里面 全部加起来 很多仔细 请你仔细去看部长 真的 全部加起来三千多万 没关系 反正你们最有 你们认为最有成效的一个预算是 给一百万的 那你说三职人性 我问部长 部长还不知道那个slogan是什么 那什么叫做三职 那可是这样子的话 我现在叫做三职人一子 就这么做三职人 这么做三职人 你不是这个历史的 是怎么这么做 那对没有 叫做三职人 你们也在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